什么是玻璃体切割手术 讲到什么是玻璃体切割手术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玻璃体 那么玻璃体就是充填在眼内 就是晶体之后的一种半固体状的透明的一种介质 那么玻璃体发生病变的时候 就是说轻者就是我们说玻璃体发生液化 就会出现眼前看东西出现黑影非纹等 种者就是说我们说周围的眼底的血管发生出血 在玻璃体腔内导致玻璃体完全积血浑浊 种者就会导致视力的完全下降看不清楚 我们说玻璃体切割手术 就是通过手术进入眼内 将浑浊的玻璃体或者是发生病变的玻璃体 切除掉以恢复我们的一个光的通透性 或者是切除玻璃体减轻或者是缓解我们玻璃体 对斯奥姆的牵拉 就是促进斯奥姆的腹位 对我们的牵拉 对我们的牵拉